之后未来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事实对言论自由最大的伤害 检察官你真的如果要办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随便到YouTube一番 嘲讽政治人物的一大堆 全世界每天几千万个人 都有那种酷瘦的影片 如果这些人要办的话 全台湾呢 办起来的人数比全台湾人口都要多 我要问检察官的是 在台湾什么时候有过酷瘦的影片被办 这第一点 如果照检察官这个定义的话 那我就要请问啦 全民最大党那时候阿炳的事件 他一波波的接近两百集 蓝绿蜘蛛网还拿到金钟奖呢 那要不要办呢 马英九先生巴巴风灾夺失职呢 可是全民大党 最大党从来都没有批评过 那我们要请问的是 是不是检察官 是不是所有的新闻尺度 只要遇到马英九先生 遇到国民党就非常的宽 只要是遇到民进党就非常的紧 是这样子吗 同一个标准来说的话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那请问王伟宗先生 会不会被告到破产啊 要多少刑法来伺候他呀 好 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来讲的 第二点 请问廖小猫的改编 它的中心意涵在什么 在讲什么 在讲台中市特有的酒店色情文化嘛 如果今天台中没有全台湾最大的 插钱炮这家酒店 没有那么严重的色情文化 请问 会有这个影带出来吗 不就是因为你那个环境 所以被网友来哭搜吗 那网友如果说讲他的言心中 对这个市政的感觉都不可以的话 那只许周官放 我不许百姓点灯 是这样子吗 台湾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 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那第三点再来问的是 同样的一个标准 我们要问 就好像苏家群进行总部要问的是 那么请问台中地检署 有关于台中市民公益的 大都会割剧院 居然有市长 去跟谷庚汉的执行长 瞧email 台北杨锡安秘书长 因为瞧email 因为email瞧gay小 所以现在被列成被告 市长哦 胡志强是市长 层级更高 一模一样的手法 人家都检举了 信都拿出来了 自证立立 地检署你可以不办吗 那请问你有没有 这个也本身 你废持职务呢 我们要问你呀 是不是 好 第四点 我觉得最痛心的是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氛围 你再要来说什么 说这两个女孩子很可怜 被糟蹋了 有人故意要这样讲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说 今天到底是谁 在糟蹋这两个女孩子 妙小猫讲得很清楚 包括我们刚刚看的 影带都很清楚 从头到尾 没有指涉这两位女生 从头到尾要讲的是台中的色情文化 那我们要问的是 反正是胡志强 胡市长 我在这边公开的请问你一句 一件事情 我认为 糟蹋这两个女孩子 如果有所谓的糟蹋的话 可能是胡志强你 可能是你的团队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你自己的英文也很好 某某人的girl 那是什么意思 她的女朋友 她的女人 是这样的意思 结果 这个影带里头很清楚嘛 胡市长 当这女孩子说 whose girl 你可以说这两个女孩子 年轻不懂事 你在那边说everybody's girl 每个女孩子的女人 这是什么 你在误化女性吗 我再请教你 如果今天是你的女儿 跑到某个候选人的阵营去 说我们是你的girl 然后那个候选人说 你是everybody's girl 你高兴吗 你做人家父亲的 你会不会心疼 你会不会难过 可是胡志强 你对这样的事情 包括胡市长 你对这样的事情 你们没有觉得羞愧在先 没有想到说 其实这基本上 是个物化女性的作为 你们沾沾自喜 等到网友批评了以后 更小就回去了 然后最后我要问的是 难道检掉单位 你就这样迫不及待 要来护航吗 可是你们这样做的结果 是第一 伤害了新闻自由 第二 模糊了中间的价值 把台中市村城无处不飞发 这种色情的问题 把它转移掉 第三 我要问的是 胡市长 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 作为一个英文这么好的人 你除了会转移焦点 你们甚至于没有想到说 你们中间的过错 罪恶 你甚至于拿来 居然是在对这个女孩子 恶度伤害 而且好意思来说 你不排除提告 我真的觉得胡市长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脸皮 胡志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脸皮 台中对检署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看一下胡志强的态度 那么在这个 他我们看到 就是说苏家全 昨天他批评 检方明显不公 网友Kuso 就要以违反选霸法来侦办 对他们提出的贪毒案 却没有动作 会议胡志强 幽默一点 应该接受网友Kuso的表现 一笑置之就好了 检方怎么说呢 他说网友平日搞Kuso 需要跟选举期间针对特定的候选人 意图影响选情的法律规范不同 违反选霸法属于公诉罪 将会再了解 主动来侦办 那么胡志强 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目前总部 跟陈信姐妹花 对于是否要提告 保留法律追溯权 对于所谓的打压 年轻人创业之说 他强调 追名网友是恶意改造 并非原创作品 哪来的打压 他觉得所谓的酒店文化 来我想请教的是徐律师 有检方的说法 有胡志强竞选总部的说法 来你觉得 民众可以觉得合理吗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检察官赤螺螺的介入选举 这个跟什么选办法什么关系 每一个人有特定的支持对象 你如果去帮胡志强发传单 你就是意图使苏家权不当选吗 你去帮苏家权发传单 就是意图使胡志强不当选吗 所以可以这样子就讲 意图使人不当选吗 他说是违反选报法第104条 104条是说 文字图画 录音散布 意图使人不当选 对 传不不实的传闻 意图使人不当选 但是注意哦 很多人说 这个影片违反著作权 我要跟大家讲 胡说八道 讲这个叫做没有法律常识 所谓的著作权 指的是你不法的引用 而且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譬如我们写论文 你写的文章 我把你变成我的文章一部分 没有著名出处 类似这个才是 他已经很清楚的讲 这个胡斯科的影片 就是你胡志强拍的 我并没有挑戒你的 我只是对于 你拍的这个影片 我予以评论 说你这个影片里面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酒店 你这些色情 在台中市 犯烂恨行 你没有办法来处理 你这样子的影片 你是不是在唤起台中市民 对于色情等等这些酒店文化 在台中 恨行的这些状态 在讽刺胡志强 这个他并没有说 这个胡斯科的影片 廖小邦并没有说 这是我拍的哦 这是我做的哦 我站为居哦 那哪有违反著作权 不要胡说八道 讲这个东西叫没地式 我在说这个 监察官他知道没一半 他了解吗 他懂 因为他读法律了 怎么会不懂 著作权就是这样规定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讲 他不再讲著作权 你看地检署的重点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选霸法 选霸法 意思就是说 廖小猫意图 使人不当选的选霸法的问题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赤裸裸 介入选举 因为胡志强选情告急 这检察官比他还急啊 这些真的急死太剑 所以跳出来讲 如果是这样 全民最大党在队断时间 对所有的候选人 都不可以考虑 都不可以考虑 没有任何的创意 我记得最简单的 全民队断 全民大门国以前 在谢长廷选市长的时候 哭手我 我是谢长廷阵营的 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他也跟我哭手 也找人扮演我 然后扮演我以后 讲的那些根本就不是 我在发言人的时候 讲过的话嘛 但是他讲起来 我也一笑自知 那他有没有意图 有没有说我 我可不可以说 那意图是谢长廷不当选 他说你的名字可能换掉了 没有 一样叫徐国勇 把那个勇改一下而已 对对对对对 那应该大家都知道 是我扳起来也是我嘛 然后还有管闭令 我们在场有人被办过啦 李清元被办过 余妹妹也被办过嘛 我们三个人都被办过嘛 而且我们被办的时候 不是在平常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都曾经被办过哦 那你有没有意图 使人不当选 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嘛 这是什么 这是对于这些影片的一个评论嘛 那我今天要讲 你今天敢做 富斯克尔的这个影片 你敢po上网 你就要敢接受 网民的挑战 记住 如果网民有 一百万人赞成 赞成你的时候 不要忘记 就会有一百万人反对你 不然大家都支持你的嘛 因为本来选举就五五po嘛 你如果要说选举 他说五五po 如果不是选举 也没有人通通会赞成你嘛 所以你看 为什么胡志强一po上网 廖小猫的这个讽刺的这一些酷手的影片还没有出来之前 他就下架了 他并不是因为廖小猫的影片酷手完了以后他才下架 不是哦 是还没有酷手他就下架了哦 不要是一台去欢迎多吧 因为他铺上去以后 你要知道哦 一个影片上去的时候 下面有很多评论哦 大家如果上过网的人都知道 来这评论 他你看这个效果 那个影片有争议就是了 有争议 几乎啊 都是负面的 找不到正面的 对于胡志强的这个影片 几乎没有正面 都是负面 所以啊 胡志强紧张了 他说哎 哇这台事大条 七点钟赶快下架 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表示这个影片大家可以去评论嘛 如果说廖小猫的这个酷手有问题 那下面的评论 有的比廖小猫更恶毒 那也要办啊 更毒舌的 那说到实际上 听起来还更奇怪 举个例子啦 酒店小姐四个字 是廖小猫讲的吗 廖小猫的酷手影片里面 从头到尾没有出现酒店小姐哦 反而酒店小姐是 你胡志强铺上网以后 下面的 我记得是第四折还是第五折 马上就有那个评论说 好像酒店小姐就出来了 是不是 我们再回头看 如果这种状况知道 怎么会是廖小猫讲的呢 那为什么他办廖小猫 所以这下来 他就想要抬过去 他想要引起寒蝉效用 寒蝉效应就是检察官所要引起的 然后意图来影响选举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今天这些检察官是在病下一棒 尤其在他影射出来的那一个 在批评的那个酒店 是全台湾最大的酒店 叫做金钱炮 金钱炮老板是谁 国民党的全国党代表 听说本来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议员 现在这次也有出来选 但听说是没东西 因为台中我不了解 不了解他们议员的选计 但是他绝对是国民党的全国党代表 绝对没问题 有多少检察官曾经在这个酒店 消费饮酒坐热 多少警察在那里饮酒坐热 而被揭发出来 有多少检察官因为这个酒店 有人用厕纸哦 被寄过哦 检察官们告诉我们 这个酒店对你们那么重要吗 为什么要去撤台事 要去喝小酒 所以我在说这个 大家去思考一下 检察官这次是赤裸裸的介入选举 所以我要想到一句话 他可能很担心Who's girl 做Everybody's girl 也可能变成是惹祸上身 扩散到检察官 有可能 排出的MV 是不是这样 台中的非凡化 我就是黄世民讲的一句话 真的是讽刺啦 什么公正就是司法的生命 我赞成这句话啦 但是在你们地检署的这些人 办出来以后 公正是因人而异啦 所以公正变成是司法的生命是对 但是这个生命就被你给扼杀掉了 李庆元议员你怎么看来 好